哈囉,歡迎收看今天1111一日君的節目 我是若薇 我是凝柔 今天非常開心看到我們桌子上擺了這麼多 中午時間最近夏天、夏季炎炎的一定要去買的東西 應該說我覺得是台灣的那個店的密度最高的 店種密度最高 幾乎是人手一杯 可以說是台灣特色 對,我覺得應該是台灣特色 好像走廣其他國家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國家的手搖引的密度 這麼高的 而且我很多國外朋友一回來 他們就說想要體驗台灣兩個文化 第一個文化就是夜市文化 第二個文化就說我要買珍奶 珍奶,珍奶真的是台灣之光 對,那影中比較喜歡喝哪一類的 我自己也是珍奶控 但是我喜歡喝一到兩分糖的珍奶 珍奶我有一陣子也是很迷戀的 是因為每天都買一杯 但是因為我覺得台灣手搖引的很厲害 就口味是推陳出新 沒錯 對,所以後來我就很快就不喜歡珍奶了 但是還是維新的每天都要喝手搖引的那個習慣 習慣 像是我們隔壁巷子 公司隔壁巷子 應該是一條巷子短短的 我想應該應該 沒有不止 應該有六七家 有這麼多 對,有六七家 因為開得出來 就是從頭開始走到尾 每天都是懸非的概念 對,然後每一家都有不同的特色 對,像我自己本身 我就是愛喝那種新口味 然後我很喜歡吃料 就是奇奇怪怪的料 什麼蘆薈啊 珍珠是一定要什麼 小玉圓 小玉圓也是 各式各樣的料我全部都加 對,我也很愛吃料 我是很愛咬東西 我覺得那是一種紓壓的感覺 非常紓壓 對啊 所以其實只要出了新產品 我是必買的那一種 對 我也是必買的那一種 對 不過 就看到人家打卡 我就跟著去買 你有發現一件事嗎? 手搖茶 從南到北口味是不一樣的 我只有發現價錢好像不太一樣 好像南部都會便宜不到十塊 我跟你講下次你去試試看 比如說你在台北 就是吃一到兩分糖 你去台南 你就要說零 我跟你講 你去台南 你說一到兩分糖 差不多是我們這邊的飯糖 差不多 我有試過 因為聽說台南就是 很愛吃甜 好,我們今天聊完我們就 先來講講 先來公布通關密 大家都在等著 一起聽所影職人甘苦談 趕快刷起來 今天呢 一樣有好禮要送給大家 這個禮物相信是大家每天都想要喝得到的 我們要有心告訴大家要送什麼 好,我們今天呢 不是只送一杯喔 對 我們送一組喔 對 只要你有抽到的話 只要你有抽到的話 我們就送你 以拿創茶的黑糖 歇乳奶酪 經典奶茶跟 望凝紅 三杯這樣一個組合 一次送給你 哇塞 太抽值了 所以請大家 中間要抽獎 看到最後還有喔 好不好 是的 那通關密碼 幫我們留起來啦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再來進一段精采的一天 是 好,我們首先呢 先來歡迎我們的美女 敏捷 哈囉 我們在鏡頭打聲招呼 然後再來是阿嘎 歡迎阿嘎 歡迎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段呢 非常精采的一日職人手搖引電源的影片 請開 這個粉紅色飲料袋是不是很可愛 這個呢 它就是現在最新最夯的一個產品 它叫做書油頭 你有看到我後面這一道網美牆嗎 這個書油頭啊 它這邊是賣甜點 然後還有飲品 這非常的受到年輕人的歡迎喔 我們一起來看看它葫蘆裡賣什麼藥吧 你看這粉嫩嫩的網美牆 還有這充滿文青風的飲品杯 這就是最近超夯打卡飲品店書油頭 但苦命的我不是來採點喝涼涼 而是要來當 有一個電賬 鎮港滿被忘鮮過 我連名字都有點不太黏 兩個基底好像有 鳳的味道 然後還有百香 對 當它的自己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夏日滿受歡迎的酒 對 裡面有一點酸酸甜甜 所以鎮味就是這兩個 林鳳 然後還有百香 有在一起 提出它本身的味道 這是流程之旅 這也是人之嗎 對 那你是不是在這裡都會偷喝 我不會偷喝 那你在店裡會酗酒 我們自己熬煮的鳳梨火鍋 加入我們的選客費中 加完冰塊和清茶 我們開始選客它 因為我是要醬油 我現在是醬油 你說醬油嗎 挑酒嗎 沒有了 是醬油 看看它能變出什麼花椅 對不對 我有點緊張了喔 有點緊張了喔 我緊張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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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正要製作美好番茄 清奶霧食 這完美番茄 直接讓我驚呆 我覺得它應該是 都有很仔細地挑過 因為我無論是拿哪一顆起來 其實它的大小 和它的比例和色澤 都是很精靈的 不只是杯中饮品满分 这充满文青手绘风的杯声 也大有先机 杯子后面的设计 可以让我们的客人DIY 我写给我女朋友过 我上面写什么呢 那杯女朋友 你真的是一个人杀 除了杯声上的字 是顾客DIY 一杯美味又华丽饮品的诞生 要经过严谨的SOP流程 我怀疑要成为输油头议员 可能要先在饮品界打滚石面吧 不然的门师店员是进来学就可以了 那只有一种职务需要先天的门槛 我猜一下 好 饮料适合人员 不是不是 那就是一个国际的展店运营读导 需要会讲英文 然后热爱饮料 热爱旅游的人 啊不啊不 最少六万块以上 这么多 对对 那我读到大学干嘛 就像南依月外呢 真的是小地方的 小地方的 对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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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一路上这样子一过来啊 算是不会很远的路程 但我觉得外送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危险和辛苦 因為今天真的是蠻熱的 外送完 對於鮮肉家妹指導師 我提出小小疑問 這是剛好嗎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店員的顏值 好像都蠻高的耶 因為老闆顏值也很高 其實我們不會在乎外在啦 就是你就是熱情 喜歡這個行業的我們歡迎 沒錯沒錯 重點在熱情 就算沒經驗 只要好好學習 你也能泡出千變萬化的時尚飲品 哦沒錯 銀優我有注意到 就是手搖茶的美女店員非常多 對 但是很辛苦耶 我剛剛看就還要外送 對 我都忘記還有外送這個環節 真的 好所以這很辛苦的美女店員呢 剛好我們現場也有邀請到 今天我們要請敏捷 來幫我們示範幾款手搖茶飲的部分 哦 對他現場要shake shake哦 好 現場來幫我們製作三個對不對 就是我們今天要送出去的 對 今天的三個現場製作是望靈虹 還有黑糖鮮乳奶酪 還有經典奶茶 就是我們今天要送給大家喝的啦 好 那今天請敏捷 好 敏捷你先站起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那我們應該坐在這邊享受就好 對對對 我們面前已經有三倍了 對 那敏捷你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今天用的材料 還有你整個製作過程 你會先從哪一杯開始 我先從經典奶茶開始好了 好 他是用我們特調的奶粉 然後下去做的經典奶茶 那他家的糖不是一般的果糖 是加黑糖 那他的茶底是哪一種茶 那茶底是使用我們特有的茶葉 銀南紅茶 特有的茶葉 銀南紅茶 就是你們家獨家的紅茶對不對 不是我們一般外面聽到的什麼活絕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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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獨門的 獨門的 好好好 那另外一杯是 另外一杯是望靈紅 那他是使用我們獨家的手炒鳳梨醬 都是我們手切下去炒的 喔他的望靈紅那個望是鳳梨啦 對 然後再加上 很多人非常喜歡他們家望靈紅 很像 然後再加上一片檸檬片 檸檬片 對 他的茶底也是蠻特別的 是蜜香紅茶 喔是蜜香紅 對 他的茶是帶一點蜜味的紅茶 所以蠻特別的 那奇葛這個紅萊是不是跟草黑糖的 到底是一樣的 嗯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對 你們的紅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對啊 你們在哪邊是台灣產的嗎 台灣都是台灣產的 都是在地的 對在地的 最新鮮的 對沒錯 好那你繼續介紹 那最後一杯是黑糖鮮乳奶酪 喔 那他是使用我們出入鮮乳 喔 出入鮮乳 對 然後那加上我們自己製作的奶酪 奶酪也是自己手炒的嗎 對沒錯 那加上也是我們手炒的黑糖 那我們請這個敏捷一邊幫我們製作好不好 好啊 好啊 那我們繼續聊 其實我喝過這個奶酪的這個 我之前有試喝過 雖然說我是蠻怕奶的 可是我就覺得很新鮮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奶酪 而且它上面好可愛喔 對 它是塗在上面的 對 然後我就抱持著很新奇的那個感覺去試試看 就發現呢 它這個奶酪呢 很妙喔 它吃起來不是軟軟的 是有點脆脆的 脆脆的 脆脆的 你們是有加吉利丁嗎 還是加什麼 就是有點像鼓動的口感是不是 對 就是脆脆的感覺 一般的奶酪感覺都是這種滑滑的 對 它不是軟的喔 你會覺得有點QQ 待會一定要來試試看 對啊 然後他們這個望凝紅 我是覺得它的那個鳳梨跟檸檬的那個香氣非常的濃 所以其實像我個人就是比較不喜歡喝奶的話 喝這個我就蠻喜歡 而且很奇妙 很少看到 通常的檸檬就是檸檬紅茶這樣 很少看到是跟紅奶一起搭 對 所以 檸檬你自己本身 你除了愛喝奶茶之外 你還有愛喝什麼 我愛喝多多系列 多多系列我很喜歡 多多系列我覺得可以不用加糖 它就很有味道 所以比較有罪惡感啊 但其實還是很甜 對我們知道 有時候多多綠我覺得是藕無糖多多綠 對 然後就覺得自己啊好棒啊 喝了無糖 可是因為多多本身很甜 其實它嘴邊喝起來還是蠻有味道的 真的 好其實呢我非常好奇 現在我們粉絲們大家喜歡喝什麼 對 我們來研究一下 大家來討論一下 來看看大家比較喜歡喝什麼樣的手搖 我現在看到米姐它在倒的是黑糖嗎 對沒錯 那我很好奇耶 這個東西要怎麼喝啊 不是需要把這個奶酪倒進去嗎 我們中間 杯子中間會有一個洞 那這樣戳進去的話 可以看是要先吸奶酪 然後再喝牛奶 還是說要把洞戳開 讓奶酪掉下去也可以 喔好酷喔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 把現場的那個黑糖啊 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嗎 對 喔炒得很黑 夠黑喔 有啊有啊 夠黑而且很濃 你看它這樣子往 米姐你稍微弄斜一點給大家看 都很稠的 對很濃稠 哇 所以這個奶酪 那我現在就來這個 所以黑糖是手做的是不是 對 都是我們收草的 你說剛剛的方式是搓下去之後 把整個弄下去嗎 直接搓下去 喔喔喔喔喔喔 這樣喝 可以這樣喝 那也可以把洞搓開一點 然後讓它掉下去 讓它掉 這很療癒 這很療癒 好像在玩某一種破怪遊戲 真的 欸敏捷那你們這個黑糖啊 大概要花多久的時間去吃 對 去熬製 嗯 好像有點難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嘛 至少要好幾個小時 好幾個小時 去熬補它 好幾個小時 好幾個小時 等一下 銀容一口就要把它喝掉 對阿 那我就先來喝喝看嘛 欸敏捷這邊已經製作完成了嗎 對沒錯 喔好 那我就先來試喝 這個如果我之前就喝過了 對這個我之前喝過喔 如何如何 如何 嗯 嗯 好有趣喔 這個真的有點像 死我洞 QQ QQ的耶 它不是我們想像一般在外面餐廳吃到的那種 比較軟的 稠稠的黏黏的那種奶酪 它是 有口感 對 對 大家看 這樣看得到嗎 鏡頭拍得到嗎 它很Q彈 它很Q彈 對它非常Q彈 其實這樣抽下去 的確有第一口 就會先喝到一小塊的奶酪 然後後面喝到下面 我自己是很喜歡喝奶類的東西的人 如果是你平常非常喜歡喝什麼黑糖珍珠的人 我覺得一定要試試看這一款 喝完就會跟飲油一樣 白泡泡用油 對 這個感覺應該有點美白的感覺 我喝完會覺得自己好像變白了 對 我個人是喜歡它上面這一塊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甜度剛剛好 就是像我自己黑糖珍珠 我沒有到那麼喜歡是因為 我們先請敏捷先做 沒關係 你先請做 沒有到這麼喜歡是因為 有時候喝那個珍珠 會覺得它好像有點太甜了 對 但是因為它沒有辦法調那個糖 甜度嘛 因為它通常就說什麼已經 用黑糖炒飽了 我會請他們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就是甩個兩下 把它糖熱一下 還有這一招是不是 對 可不可以幫我做苦糖 他說沒辦法 那個就是蜜好了 就不能再動那個甜度 但是這個的話我覺得 反而就變得比較清爽 就是把珍珠換成 這個奶酪 而且它下面這一個 這下面也是黑糖 喔 有點像布丁下面的 對 那個焦糖的那種感覺 可以把它攪 攪一攪再喝一口看看 如何如何 這多了一股黑糖的香氣 我建議大家先不要攪先喝 先不要攪 奶跟黑糖這樣子 就是分開層次的味道 跟這個是Mix size 我覺得味道完全不一樣 對 味道不一樣 奶茶專家 這個很棒耶 這個很棒耶 而且甜度我覺得這樣是剛剛好的 身為一個愛奶的人 我大力推薦大家點這一杯 而且我覺得這喝完應該很有飽足感喔 對 午餐可以不用吃了 真的可以不用吃了 沒有啦 暴飲的味料 這應該是非常有飽足感 然後再來邀請敏捷在幫我們製作 就是這個望靈 明天好像都已經製作完了 望靈全部都製作完了 對 你剛剛做完了 就這麼一瞬間太壞了 太快了 望靈紅 那事情過未來 喝一看 這個也是需要粗的器材 這是需要粗的 因為要吃到鳳梨的果肉 喜歡 這個是可以調甜度的嗎 可以 這個就可以調甜度 感覺這個好像無糖也是很有味道 就會安慰到像我們這樣子 喜歡喝無糖又有味道的 有點滴出來 等一下喔 試試看 能否支援一下衛生紙 可以支援一下衛生紙嗎 哈囉 導播 什麼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有這種事 這麼貼心 在最右邊 最右邊 好我們先不要找衛生紙 真的很香耶 怎麼樣 我覺得它有一點像 檸檬紅茶加鳳梨紅茶的那種感覺 然後 它的檸檬 我覺得它的檸檬片的香氣很夠 然後再加上它那個鳳梨 有點像醃製過的 就這種蜜過的鳳梨 然後 是不是有點像是 有點像果醬 鳳梨果醬 對 我覺得吃起來有點像是 鳳梨蜜餡 有點像就是 你有吃過那種蜜餡 鳳梨乾 有 鳳梨乾那種 很好吃 那個香味會特別的濃 嗯 這很不錯耶 感覺這也是會有點飽 這是我的菜 你的菜 我喜歡 另外一杯 經典奶茶 謝謝 經典奶茶的話呢 有特別 我比較好奇 經典奶茶跟 這個鮮奶奶酪它的茶底 你可以再介紹一下是有什麼不同嗎 鮮奶奶酪茶底 它就是純鮮奶而已 它是純鮮奶 它沒有茶 它沒有茶 是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奶酪加 鮮奶 鮮奶 黑糖加鮮奶 鮮奶 鮮乳奶酪 那經典奶茶的部分的話 它的茶味比較濃 對 茶香比較重 好 這用的它就 不是用鮮奶 對不對 特選的奶精 對 也是我們自己獨家的 獨家的 我覺得外面喝不到的味道 尹柔今天應該很開心 她很愛收藥她 很開心 這有一種 黑糖香 說不出的復古的味道 喔對 黑糖的味道 因為有一種 有時候 所以它叫經典 就是小時候 就是手搖影還沒有那麼連鎖 那麼遍步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那種自己開的店 自己開的沒有連鎖 喔 我們這樣在說什麼 對 就是在家裡沒有一個 我這樣在說什麼 什麼小站啊 對 它就覺得那種很復古的感覺 感覺這種會沒有辦法開成 就是沒有那麼連鎖化 是因為可能很費工 是不是 會不會比較費工 都拆了自己的啊 對 各種都不是這麼一致化 對 它會比較費工一點 怎麼樣 很好喝耶 我原本喝下去 覺得奶味其實蠻重的這樣子 後來喝到尾韻的時候 它的那個茶香很濃 到後半的味道全部都是茶香 會在這個嘴巴裡面散開來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而且這是微糖嘛 微糖我覺得剛剛好 那所以你是比較喜歡奶味重的 愛茶味重的 我真的都喜歡 因為我也是一個很愛喝茶的人 最好是跟兩杯 對 我也是一個很愛喝茶 對 對 有時候如果想要天氣很熱的話 我就想喝茶會比較重 因為你會自己幻想喝起來很輕鬆 自己幻想 自己幻想 然後如果說有一點點 對 餓的話 我就會希望去喝那種 牛奶感 奶味感 比較重的手搖飲 這一杯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融合了兩感覺 因為你喝下去 剛入口的時候 的確是奶味非常重 但是它後面的尾韻 它的茶味就很香 很適合來配一個什麼 炸雞枝 炸雞 所以代表說 如果說你今天很貪心 你兩種都要 其實金典奶茶是一個選擇 對 愛喝奶 愛喝奶味的人 我勸你就是 我勸你 經典奶茶 然後下一次就點這個 因為這是完全不同 鮮奶跟奶精粉 我覺得還是有點差距 這是完全不同的味道 大家可以試試看 當然你可以先留言 因為留言的話 代表人一次可以喝三杯 你想要像影柔一樣嗎 兩種兼得 想要的話就刷起來 非常好喝 如果你喜歡 當然就是我剛試喝的這個 望靈紅 大家也可以刷起來一下 那現在剛剛好 十二點半 十二點半 我們要來抽一下 讓大家開心一下好不好 看是誰這麼幸運 我們要來抽的就是 望靈紅 然後跟金典奶茶 還有這個黑糖奶酪 鮮乳奶酪 一組 一組 就是三杯一次送給你 夏天大家最想喝的 趕快抽一下 來看是哪位幸運觀眾 來 大名 林婉堯 恭喜 你可以獲得三杯 而且是剛剛影柔我喝過 還有我喝過就是 我們認定都好喝 真的很好喝 我覺得這一杯應該非常適合夏天 喝完之後我們會覺得很清爽 而且你知道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會想到茶餐廳 你知道是什麼嗎對不對 早餐廳都會有那種什麼凍寧茶 凍寧茶 可是它是多了鳳梨的香氣 所以我剛剛想到 要配什麼撈麵那類的 對 撈麵 或是什麼午餐肉 不是午餐肉 早餐肉 然後或者是想要配一些什麼 菠蘿之類的 菠蘿油之類的 對 我覺得這個搭配起來 很搭 夏天必合 好那再來 我們剛剛已經喝到這個 非常讓人開心的三杯 是 阿嘎 阿嘎也是帶的很厲害的 他雖然沒有要現場製作 但是聽說這三杯不得了 不得了 特挑 特挑 特挑的意思是什麼 可以請阿嘎幫我們講一下 怎麼在菜單上點不到 對 基本上這三杯 你不會在菜單上看得到 對 因為有一杯是之前他是有出過 但現在已經沒有 另外兩杯的話是 呃 員工自己調出來的飲品 哦 所以基本上你在市面上的店面 都不會看到這三杯飲料 那我可以問一下 為什麼菜單上不納入這三杯嗎 呃 這可能就是總公司的考量 哦 對對對 那今天我跟瑞威很幸運可以喝得到 那我想問一下 一般觀眾是喝得到嗎 一般觀眾的話 特別order可以嗎 對啊 呃 有一杯是可以點得到的 因為如果是說老店家的話 他們都會知道做法是怎麼做 哦 哪一杯是點得到 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今天帶的哪三杯 好 沒問題 那 有一杯是多多奶 多多奶 對 多多奶 從南部上來的 因為當初在開店的時候 這杯還蠻多人喜歡喝的 多多奶 對而且它蠻特別 它會想像優弱 有點優弱的感覺 哦優弱 對對對 再來這一杯是蜂蜜 優多四季 沒錯 這聽起來很複雜 很難做 像大家一般都喝得到都是多多綠 對 那其實它蠻特別的是它把茶換成四季 會有淡淡的四季香 而且還加蜂蜜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把糖改成蜂蜜之後 它會多出一個蜜的韻味 對對對 所以它的茶底是四季 是四季 對對對 那另外一杯是 另外一杯它是蜂蜜蘋果醋普爾 其實在燦丹上的話 它有蜂蜜蘋果醋紅茶 我們燦丹上是有的 對 那把茶改成普爾之後 就是它的味道會再更濃郁一點 會比紅茶還更濃 對對對 那你剛剛說一般人其實偷偷去點點的道理 是哪一杯啊 其實多多奶跟這杯的話 其實是可以點的道理 蜂蜜蘋果醋普爾 對對對 那蜂蜜優多四季就是真的是很特殊 除非店員願意幫你走 願意幫你走 對對對 不然基本上是不會多 那這個蜂蜜優多四季 你說是員工自己調配出來的嗎 對 員工自己調配出來的 那是哪一位員工你們知道嗎 還是就不知道 就是某一位調配出來 就流傳在 民間 對對對 就是 可能是它上班無聊的時候要出來的 有可能 有兩杯是員工自己調配出來的嗎 這兩杯的話是員工自己調配出來的 哦 對對對 那另外這一杯您說是 就是哪一位做法 從之前流傳下來的 對之前的 之前 比較前期但後來被菜單上可能被刪掉了 對 那還是有人想喝 沒錯 那這兩杯的話就是員工可能自己 自己調配出來的 所以我如果去到清擦說我要蜂蜜蘋果醋普爾 人家就會覺得我是來行耶 是不是 對 有喝過 這個 對內行人才知道 但是這一杯沒有啊 就蜂蜜優多四季 你就必須要說 求求你 求求你 結果他是新來 他說這個我調不出來 對 這不一定每個人都調得出來 對對對 隱藏菜單耶 這個真的很厲害耶 那你是在哪一間門市服務啊 我在明深東 明深處 就去找他就好 對 我想了就去找這位阿嘎 就去找阿嘎 阿嘎突然店很忙 對 好 那我們就要來試喝啦 試喝 好 那我先嗎 還是還是我先來喝個這個 好啊 從一開始 多多奶 多多奶 從南部上來 對對一開始老店才有的 對對 他跨過了濁水席 多多奶 是嗎 嗯 是多多的味道重 還是奶的味道重 我比較好奇 多多的味道重 對 多多的味道重 看也是多多的味道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比例的配方 對 他裡面大概是加了哪些 因為我喝不太出來 他加了什麼 他一開始的時候是奶綠 對 他是奶綠 他是奶綠 然後他加了一罐多多之後 就是有人發現喝起來 會有一點像是 古早味那種 小多多的味道 噢 賤賤美 對對對 就是賤賤美的味道 所以這就是賤賤美的味道嗎 對 這是大杯的賤賤美 對 超大杯的賤賤美 像有些長輩還蠻喜歡喝這個 就可以喝到一千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有時候便當店 他附的不是羊肉多 他就附賤賤美 然後我剛剛在想說 這個味道 好像似曾相似 但他又不是羊肉多的 單純羊肉多 所以就是一個很復古的畫風 對 他就是加了奶綠之後變賤賤美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懷舊一下的話 可以點這個 多多奶 對 基本上如果有做超過五年以上的員工 應該可以知道怎麼做 對 還是找阿嘎比較快 你會喜歡那個復古風的味道的話 就要喝這個 對對對 這個很妙 口感很妙 對 但不是不好喝喔 好像這一種懷念他的味道 口顎老有一個 有一種 要留下时代的眼淚 感覺彷彿回到了國下 又 allons 國下在吃麵當配的那種感覺 只是他變得很雞 其實他變得很大杯 記錯 喜歡喝多多系列的人 我覺得是可以嘗試 吃一下 對 那 如果我要不要來試試看 點得到呢 但是要去抓抓 這個很妙 蜂蜜蘋果醋還加普二 2. 如何? 我覺得它就是不酸的蘋果醋 不知道該怎麼講 它有醋味 可是它不酸 我該怎麼形容?為什麼會這樣? 它把它的韻味蓋到酸的刺激味 所以它喝起來會有點像蘋果汁 對!但是它有一點點的醋味 因為我其實自己看到什麼什麼差錯 我都會覺得覺得不點 這個OK 因為它不酸 它是喝起來像蘋果汁 然後有微微的醋味 那它會蓋掉酸味主要是因為加了蜂蜜還是普爾? 是普爾 是普爾 是因為酸鹼中和的概念嗎? 這我們太清楚 但因為它後面會有茶韻所以還不錯 這個厲害耶 就不會很酸 不是完全不酸 完全不酸 但是它又有一點點醋的味道 那它會有普爾味重嗎? 它普爾味也是淡淡的 它的蘋果味比較重 想不到吧 因為我剛是沒有想到它是蘋果味是最重的 非常奇妙耶 因為我們以為說可能是普爾味很重 或什麼蜂蜜的味道很重 我覺得喜歡蘋果汁的人 會喜歡 對 或者是你 比如說你想要健康一點 你想喝醋 比如說水果醋 可是你沒有怕酸 我覺得就可以點這杯 我想問一下那喝醋有什麼好處 你知道嗎? 喝醋的話 酸鹼平衡? 我是記得好像很多好處 但我沒有在這方面有研究 這種也是一種安慰自己的系列 也不是這樣說啦 就像我喝多多 我就說現在整場味 我瞞大家說 我跟影柔今天終於之後有定鹹酥酒 所以給你 所以要先安慰自己的東西 你有網路上看過一個圖片嗎? 就是說 比如說你單吃雞排叫醉孽生種 但是你如果加了手搖茶呢 叫醉大耳機 但是你如果今天是加了類似這種比較健康 比如說什麼無糖綠啊 蘋果醋啊 這一類的 就叫做良心 就是可以比較安心 好OK 就是看到什麼醋的字眼 還是無糖綠 就是健康 所以我們今天下午就是拿這個來配鹹酥劑 就會覺得OKOK過得去 好 然後再來是蜂蜜優多四季 其實我很難想像 多多跟蜂蜜搭在一起 一般好像比較就是 多多通常就只跟茶大 這樣感覺好像會太甜 因為正常來說 大家都會把糖這個東西省略掉 因為大家覺得很甜 多多本身就是沒錯 像前面幾個飲品啊 像黑糖啊 像鳳梨的話 他們因為糖的關係 所以把這個飲料的層次 可以再升華上去 因為多了一個味道 所以加蜂蜜的話 那個蜜味配上四季的話 會比較好喝 升華 你有升華的感覺嗎 你喝喝看 等一下我來試一下 聽起來好厲害 有蜂蜜嗎 會不會來出來 多多味道很重是不是 不是它很清爽耶 你喝喝看 因為我剛剛想說天啊 蜂蜜然後又多多 感覺又是一個很rich的茶 但它很清爽 OK啊 為什麼 因為它四季春的味道很重 好奇怪喔 對它茶味很重 它不甜耶 對它不甜耶 我發誓它不甜 我剛剛應該想說一口 就會喝到超甜甜的 請問一下這算 這要說幾分糖 如果我要點茶 我就點半糖 半蜜 半蜜 對半蜜 怎麼會這樣 它不甜耶 好奇妙喔 好像是感覺是配鹹酥雞 都可以很安心的一口味 飲料不管配什麼都覺得很安心 它一直在推薦自己 它的四季春的味道很濃厚很重 這個很奇妙 這個有打破我的印象 對 蜂蜜加多多感覺是不得了啊 就是感覺等一下會甜到不行 然後膩到不行 沒有沒有 它是清爽的 但是不好意思這一杯是喝不到的 你總是去找阿嘎 你要去民生店對不對 對 就民生店然後找阿嘎 然後說我要蜂蜜優多四季 半糖謝謝 半糖 對特調 然後他就憤怒這樣說 這幾杯真的都很出國的藥 很特別 都不是平常 因為本來就有點不到 真的 都不是平常喝得到的 好那我們享受完之後 先要進入這個 進入甘虎坦 對 就是要來問問哪位 那先來問阿嘎好了 是 就是像您 欸這一次幾年 好像還沒跟你聊到 我做的話是三年多快四年 三年 那也算是資深喔 那敏捷呢 我做快兩年 快兩年 喔那算是已經 兩位都是老經驗了 對老經驗了 好那可以問一下阿嘎 你在這算是 我覺得算是有一段時間了啦 對對對 四年左右 那這段時間裡頭 比如說 你在這份工作裡頭 你遇到你覺得最辛苦的地方是什麼 那你又是怎麼去克服 其實最辛苦的地方 我覺得像面對客人啊 或是大量的悲數而言 我覺得最辛苦的地方是 遇到一個很雷的隊友 很雷的隊友 對 豬隊友 對 其實可以讓你不會那麼累 但如果說你帶兩個新人 就算有四個人的話 你還是忙不過來 因為有些人是一個人 可以擋好幾個人 對對對 但是如果你遇到那種 一個人完全沒站立的 你等於是你還要分神來幫他 對對對 那敏捷呢 就是你有沒有遇過豬隊友 還是說你在 就是說這個職場裡頭 遇過怎麼樣的困難 比較大的困難應該是客人 客人喜歡點餐的時候 會有很多客製化的要求 像這些嗎 什麼 我要什麼 十杯 然後十杯都是不一樣的飲料 然後有些要裝奔躺 各種不一樣的要求 最離奇的要求是什麼 最離奇的要求是什麼 最離奇的要求嗎 我想一想 突然跟你說 我布丁一定要用統一還是衛權 對 會嗎 也有這麼多 我亂講的耶 或者是鞋子還要問你什麼牌子 會 會問 這種都會問 所以你覺得 最害怕遇到什麼樣的客人 最害怕 付錢就是大爺 這種 應該全部的服務業都很討厭 就是大爺是怎麼樣的態度 他態度會很 就是覺得說 我付錢我就是老大 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就必須得聽我的 比如說我現在鳳梨 我就只夾到這邊 然後比如說你蜂蜜要怎麼沾湯匙 對 為什麼會有一些很奇怪的要求 真的有這麼洪流的嗎 真的 要不要白樣的 你看阿嘎一直點頭 代表他也遇過這麼洪流 那我很好奇 就是你們這個都是外廠嘛 就是手藥店也只有外廠嘛 對不對 你們大概工作內容有哪些 要自己煮茶嗎 我一直很好奇 那個茶是 裡面有人幫你們煮好 還是你們自己也要煮啊 是包含備料 我們是自己也要煮 都是自己煮 都是自己煮 所以這些料都是你們準備的喔 有 我們的話加料是由總公司配送 那大部分就是現場製作都是要自己做的 就像什麼仙草丼啊 珍珠啊 都要自己來的 仙草丼自己做 對自己做 對 這有點驚訝 對啊 我一直以為都是一同的人 對啊 他們只要去後面拿料就好 我們都要自己煮 我們要自己做仙草 對對對 所以你可以講一下說 你一天大概整個工作的流程 大概會做哪一些 基本上提前30分鐘開店嘛 那就是備料煮珍珠 那其實仙草丼的話 大概兩三天備一次 就是備一批 對然後 每週的話開茶 然後進貨都是固定的行程 對 開茶進貨煮茶 這就是你們的工作嗎 對都是我們的工作 不好意思 開茶是什麼 就是 聽不懂 譬如說像是普洱茶 紅茶綠茶 就是我們自己都要自己煮茶 然後把它備好這樣子 這樣叫開茶 對我們叫開茶 這太術語了 不好意思 不會不好意思 我最近有聽到一個術語叫加厚 加厚 對對對 蠻多人 因為像我們之前 比如說衛兵少兵 我們會再打水 就是加水的意思 又要配合那個比例 但是加厚的話 就是省略掉這個步驟 不過到現在 總公司已經有改革 就是我們幾乎都不打水 所以 所以也不用再加厚 也不用加厚 對對對 很妙欸 很妙欸 所以其實比我想像中的 他工作的複雜度還要更高 因為包含這個內場 我們看不到的這個備料的部分 還有我們剛剛講開茶 然後自己泡茶 然後自己把茶加上去 然後自己把料備好 對對對 都是你們的工作 對對對 然後當然前台的話就要學 比如說怎麼使用那個機器 然後應付客人這樣子 哇其實 我比較驚訝的是先炒動 居然不是先炒動 對 我以為都是買好的料 對啊 然後像剛剛那個敏捷也有說 這個奶酪也是他們自己做的 奶酪也是自己做的 對沒錯 所以是你們自己做的 我們自己做的 曾經人 我覺得當首搖引的職人也很不錯 我就回家是不是 回家 我也在想這件事情 回家都可以做給自己家人吃 你們會回家做給家人吃嗎 還是就不想再動 不會 你不會 就應該是不會想再動了吧 我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啊 就是你在工作 已經每天跟這些東西圍圍圍圍 回到家 就覺得讓我休息 哇真是大開眼界 那剛剛提到這個 遇過比較奇怪的客人 對 剛剛這邊 剛剛我看到他眼神裡頭 好像很多故事 對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遇過最奇妙的客人 沒有 因為像他剛才說的客製化 那就是很多客人都有什麼 冰塊只要三顆啊 然後或是 冰塊只要三顆 對 就連珍珠都要指定的數量 蒜顆 這麼的一火啊 有運火都有運火 所以認真的 認真的 所以就覺得說 誇張 請大家 無奈 請大家就是體諒一下 因為現在夏天到了 那個手搖叉的店員們 其實真的蠻辛苦的 如果要一顆一顆算珍珠的話 可能會造成後面排隊 沒錯 但通常遇到這種 你要怎麼回應他 我們就說 我們盡量幫你走 盡量幫你走 因為他也不可能 自己把它拿起來 算說是不是要算 我就是想說這個 我真的不心量回去 真的給我一顆一顆算 對啊 不可能吧 因為後面客人還很多 我就還要處理 所以通常就疑慮就是說 那我盡量幫你 盡量幫忙 這個我大開眼界 我要28顆珍珠 這過分了 剛剛聽完就是 比較印象深刻被刁難的事情 我們其實這裡還有準備一首版 再講 爆氣的十件事對不對 爆氣真的很爆氣 好 來爆氣的十件事 第一個 這個 付錢就是大爺 這剛剛有提醒的嘛對不對 對 這個是剛剛有講到他們第一 欸我今天順序錯了 好沒關係 他最討厭 大家最討厭就是 付錢就是大爺 說打來要求外送 金額沒達標 就用自己是常客奧 這真的有過嗎 比如說外送 然後結果你們應該有一定的金額 那阿嘎這邊呢 我們是同一印200個外送 那不錯啊 其實200很快欸 對啊 你自己有遇過這種嗎 比如說100 有啊很多 很多 一杯也要送那種 蛤 那你會怎麼擺你 我們就說可能店裡人手不足 然後沒辦法送這樣子 這太為難人了吧 250才可以外送 200 200才能外送 然後他一杯也叫你送 對啊 不然就是其實現在也可以啊 你就叫Uber Ease 我就知道要講 你就自己去外送費嘛 對 對啊 那好 腦袋隔世話是說 明明只點奶茶 離開店面後 隔五分鐘再回來 開始抱怨 怎麼沒有加珍珠 啊 失智症患者 失智症患客 那 兩位有遇過嗎 就是第二名的 這種腦袋隔世話的客人 敏捷也有 阿嘎也有 那阿嘎現在幫我們講一下 腦袋隔世話 就是一點完 可能 過去 到外面抽個菸 然後回來就忘記自己點什麼 抽個菸回來就忘記 對 他可能點了多多綠 多多綠好囉 然後這是我的嗎 這樣子 我沒有點多多綠啊 這時候怎麼辦 他氣死 好像是先生你的 他通常都好 然後就拿走了 對對對 這遇到是什麼也是很頭痛 對啊 很頭痛 萬一他不認這樣更頭痛 對啊 通常會先收錢 那那就還好 對 那敏捷也有遇過嗎 就跟他差不多的案例 就是點完然後馬上就忘記了 對 但你們也不能罵客人 對啊 也不能就稍微 柔性就要說 欸先生你要不要加過個銀鏡 這樣子 哈哈 要不要加過銀鏡 對 這樣客人就賣給他 那好笑 好那來到了 第三名問題超多 問題問不停 珍珠奶茶跟布丁奶茶 哪個熱量比較高 你建議喝哪個比較好咧 這個感覺應該蠻多的 欸但是我記得是不是 有一些店 他會有那個熱量的亮 對啊 你就直接拿這個給他看就好了 對會啊 那有問題問超多的 然後到最後說 那我還是下次再來 好了有這種的嗎 也會有啊 就是跟你問了一排問題 他只是在跟你聊天 你們珍珠是什麼做的啊 放多久啊 然後問一下就走掉 這個是衛生局派來的吧 對啊 還是出對手派來的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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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排以後 然後就說 那我下次再來 這種或者是 他問你說哪一個比較好喝 然後你推薦你一大堆 結果最後要說 不要亂真來好了 之類的 有嗎 會有啊 也會有 我覺得肯定 但我覺得這個還算合理 還可以 他可能了解完以後 他覺得 還是想要堅持我本來喜歡 好啦 那原諒他 這可能是有點選擇這樣 我笑了一下 第四名超好笑的 超級客製化 有人自備膠原蛋白粉 你要求店員幫忙加 蛤 有這種的嗎 這個我倒是沒有遇過 有人自己帶料來給你們加的嗎 有客人是要 他好像有 要吃藥 叫我幫他加進飲料裡面 蛤 對 但就還好 但是這種比較沒那麼困擾 是因為 就還好 多一個動作幫他加進去 還要加進飲料 所以其實還好 還要加進飲料 還要加進飲料 會有 有藥味吧 對啊 這個蠻奇妙的 這個我是覺得 沒什麼勇氣 零錢連續劑是第五名 買飲料拿零錢 然後上到現在敲來敲去 該不會三十塊 然後就是三十個一塊 這樣子 有這種的嗎 有 有 明杰你就直說 你面臉為難 有 真的有 金額是多少 沒有啦 因為飲料其實一杯也沒有多少錢 但就是常常客人會給零錢 然後就一個一個這樣慢慢放 然後就一次給超堆 然後就慢慢數 他準備這麼久就是為了這一天拿到飲料 也是蠻奇妙的 蠻煩的 建議大家先算好 不要慢慢算 你就先算好一把 然後就說這邊是多少 然後零點這樣 不然也是讓大家很困擾 對啊 大家真的是很困擾 再來是 買飲料全副武裝 有些客人設備齊全 會帶著全罩安全帽 或者是耳罩式的耳機來點飲料 可是這個會困擾嗎 對啊 這個困擾在哪邊 他帶耳機 是怎麼樣 你們講話很大聲嗎 這個的狀況可能比如說像是在比較忙的時候 那他的飲料做好了 然後我們可能叫他聽 喔喔喔喔 好啊 我自己也是這種人 我自己也是這種人 我自己點咖啡的時候也有過量 因為在聽音樂 因為在聽音樂 然後你就聽得很忘我 對對對 然後就 叫到店員稍微招手的時候 抱歉 抱歉 不過還好 還好 這個不算太為難 對我絕對不算太為難 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 曖昧要人受盡委屈是第七名 拿到飲料後又要求要分開裝 甚至想想再改成不用裝 這個應該也 這個蠻多的耶 可是不是袋子的部分 可能就是 音聽的部分 原本要兵的 後來突然要做問的 這個點差太多了吧 對啊 大杯改小杯 這樣子 都做好了 這個通常差太多 收錢了嗎 對都收錢 那假設是我今天點了一杯大杯的 那你已經跟我收大杯的錢 然後我現在要突然氣笑說 欸我要小杯 突然氣笑 不行我要小杯 那你拖我快 我不管我不管 這樣可以嗎 如果還沒做的話是沒問題 但做了就有點麻煩 已經做了 那你會怎麼回應這個客人 可能就是已經做好了這樣子 對對對 那一般客人都還是能接受嗎 一般客人還是能接受 因為他們應該也知道就是 是自己的問題 對啊 就如果已經做好了 其實袋子也很煩 他可能買十杯 一下說十杯裝一起 一下說十杯分開裝 也是蠻通通的 這也在浪費必須的時間 對對對 欸我要小了 第八名是選擇困難 開口的第一句話是 你覺得我要喝冰了 很濕熱的 溫的啦 有這種的嗎 有 可是你覺得這個很奇怪耶 這個可能是像說 他不知道那個冰量是怎麼樣 所以他會問 冰量喔 對他可能因為像飲料店通常都有去冰 微冰少冰 對那他們可能微冰跟少冰會不知道是哪個比較多 那其實這首圖是在旁邊嗎 對 menu 上 我是有問過一個問題 我說我要完全不冰應該怎麼點 喔就是去冰 對就是我不要熱的我就是完全不冰 就長溫要怎麼點 我問過這個問題 問這個問題OK嗎 我沒有 我沒有長溫的選項 對那他們不知道 對 因為有些店沒有長溫的選項 那我想問一下 長溫跟去冰是一樣的東西嗎 還是有點不一樣 不一樣 喔 所以長溫有長溫的做法 對對對 因為去冰我知道還是會冰 對啊 他吃法冰會撈掉 對 但是有的時候 你知道有的時候我們女生不方便 對 就要喝長溫 但我覺得OK 這是合理的 這是合理的吧 第九 點餐像在念咒語 但有些客人會自己什麼專業的咒語 例如 烏 烏丸 烏丸 烏丸是什麼啊 烏眉 烏丸是什麼東西啊 烏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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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學的不像 有些人就會講反 紅茶掃冰拌湯 我們叫紅掃拌湯 紅拌湯 然後你就想說這是什麼 然後拿到東西還想說這不是我要的啊 所以請大家還是 不要學人家講話好不好 樹葉有專攻 對對對好好的把話輸好 對然後再來是 第十名把店員當作檳榔稀釋 這個這個不行 會站在網路上點飲料等店員送過去 是坐在車上跟人家說錢那五張嗎 對啊 這是什麼啊 你們有遇過嗎 對你們有遇過這樣的嗎 直接在車上跟你點菜大聲呼叫 然後這樣送過來 有耶 因為我們在鄰省北路交叉 所以那邊還蠻多這種人的 我理解了我理解 應該是店面開的地點的位置 那所以你也是有遇過這種情況 對還蠻多的 那你們會配合嗎 看電影 就可能盡量不要 對盡量不要 久了會麻煩 對還是呼籲大家 因為其實店員是非常辛苦 對 就是說你有點選擇障礙 好像勉強是可以原諒 但是零錢數很久啊 還是什麼叫人家下車送過去的這種 其實都是有點不需要的行為 奉勸大家還是要尊重服務也好嗎 真的 好 那再來呢 就是想要問問兩位啊 雖然剛剛看到很多很辛苦的事情啊 但是相信做這個飲料店 應該有一些讓我們覺得開心幸福 有成就感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嗎 阿哥先 我覺得 開心幸福喔 因為其實基本上 大家會做飲料店都是因為要打工嘛 都是學生做 但我覺得 久而久之的話 我覺得在反應能力上面 變得比平常快很多 哦 對 了解 因為可能說客人一次來十個 那你只有兩個人的話 你要一次記 後面十個類飲料 記憶力也好 對 所以瞬間的那個記憶 我覺得好像有進步 那阿哥有沒有什麼一些話 對於想要進入就是 手藥插街的這些年輕人一些建議 如果是說 你本身就是想要開手藥飲料店的話 那我覺得 事前的功課真的要做主 這就像基本功嘛對不對 不可能什麼know how 都不會就自己去開店嗎 嗯 我覺得至少一定要做過兩年以上 你才可以去 奶酪也會煮了 什麼仙草也會煮了 仙草也會煮了 對 茶顆泡了 包含叫貨啊 那些有的沒的 都要熟悉 這就像是以前人家有在講啊 比如說你自己開餐廳 你自己本身要會做菜 對 不能說完全依靠外男的廚師 對那不然今天如果廚師走了 你就通通了 對 那敏捷這邊呢 你有沒有一些 比如說想要分享給 想要加入手藥茶 這些年輕人一些建議 真的是需要具備足夠的耐心 耐心 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尤其是對那個 熱情吧 28顆珍珠的客人 熱情也很重要 面對客人的時候啊 一些對話啊 跟他們 有時候跟他們聊聊天啊 對 要有一點服務精神啊 對 如果說我看到人群 我就懶得跟你講話 可能也不太適合這一號 對 是不是 好那今天呢 節目最後的尾聲 我們又要抽出一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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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思要民潔 要有熱情 然後又要有服務精神 是 還有一個服務力就是 應該有很多飲料可以喝 對吧 對 是 那我們明天呢 也有非常精彩的 明天是六星級養生會館喔 想要看看這個怎麼紓壓嗎 喝完飲料我們再去按摩 那就明天見囉 掰掰